蠻開心的 也很期待 因為每一家要是一個人五倍券 他有五千塊 要是家裡有十個人 就很多錢就可以出來消費 真心五倍券預計十月上路 這次不必先收一千元就可零去 目標振興經濟提升商費 根據內政部評估 去年三倍券 挹注經濟成長率0.12至0.53% 今年五倍券的經濟效益 是否同樣值得期待 三倍券那時候好像比較好 有比較好 去年三倍券它不找零 所以我們這邊它不方便用 要是沒有客人 不是大家沒有錢 是出來吃不方便 這樣我們這個小生意 根本就接不到 與三倍券不同 這次五倍券不再禁止找零 希望能讓小吃店受惠 另外還有兩大亮點 除了開放電商與外送平台 使用五倍券 也推動數位綁定 希望多元管道方便民眾選擇 我應該還是會用紙份 應該是數位的吧 數位 就在手機上比較方便吧 應該還是會用紙份的 好像數位的話 有時候會有一些數位的優惠 會比較夠 應該 應該是用數位的吧 學者劉大年認為 振興券是為了救急 越快發效果越好 但餐飲業恐怕還是難以償到 五倍券的效益 這些錢是救急用的錢 所以我意思說 要發就趕快發了 10月份才發 你也不知道10月份 會發生什麼事啊 就趕快發了 那真正回復生意 是要靠疫情的 疫情回復 現在雖然說 全國都可以內用了 除了新北有規定不能 但是內用的還是不多 因為你內用有規定說 要間隔距離要夠嘛 要沒話做 那小食店名機本來就小嘛 這個小店生意還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疫情芳心慰愛 加上電商外送平台搶食大餅 五倍券能否振興受創產業 仍是未知數 雞雞日報 蔣明倫 秋立行 台北報導